副骨钩扫痒怎么办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王万卷 西岩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皮肤科主人医师 副骨钩扫痒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骨血 副骨钩的地方 它是潮湿 不透气 瘟乱 有利于针灯的感染 特别是有脚血的人 就容易感染到 副骨钩引起骨血 好发于男性 女性的副骨骨骨血就很少 好发于男性 第二个是肥胖的人 会出现这个副骨钩 出汗以后出现的这个监察症 叫监察皮炎 这个小孩子 营养儿 尿布塑料布 尿布湿 可以引起副骨钩的一个骚痒 叫尿布皮炎 还有一种就是副骨钩 也可以出现遭抓刺激 叫神经性皮炎 总的来说 不管是尿布皮炎 神经性皮炎 骨血 都可以引起副骨钩的骚痒 针对不同的原因 进行不同的治疗或预防 比如说骨血 我们就用抗症用药 如果是尿布皮炎 那我们就散热 用一些缝剂 双生缝 卢干湿洗地 然后让它不要用尿布湿 不要用塑料布 预防很重要 这个就是不同的原因 就要用不同的药 肥胖的人吃过减肥以外 不要穿太紧身的内裤 不要穿三角裤头 要穿平角的透气的 这个重眠的裤头 衣服穿得不要太紧 保持局部的干燥非常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